你会不会有什么意思 你会不会有什么意思 就是实话实说 大家都脸相思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是吗 就是今天很丑吗 或者是怎么样 现在就无所谓 他很搞笑 就是我儿子 那是我女儿这样子 我属于没有画的类型 一定要来看成销的胡场大考问 不然我会生气的 哼 哼 哈喽胡场大考问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承潇 这次在两季舞社当中担任主理人 节目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 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 是一群女孩子的跳舞节目 因为这个节目是选舞者 所以就可能有很多不一样 特别西域 你觉得算是一种之前美少女的正路线吗 就是实话实说 因为他们都脸相西域 那大家都脸相西域 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你在14岁的时候 就一个人去海外追求梦想 那这次看到这些学员 你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吗 这次看到节目大概是你的画面 你的那个DNA会动的感觉吗 就他们可能有些已经出来工作很久 再回来参加就是这样子的节目 就可能跟我们那个时候就还是 不一样的感觉 女孩子们在一起还是比较温馨 然后还是比较有那种 友情力量的感觉 他们就每天住在一起啊什么的 都有自己特别好的朋友 然后就是女孩子的团魂更容易引燃一点 当天住之他们也会让你们下去battle吗 跟他们感觉会是什么感觉 就是很好玩啊 也不算是battle吧 就是说 因为battle的话就是 我一定要赢你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如果就是那种分 有点像freestyle吧 就是大家好像很开心啊 然后他们就起混啊 就是那样子的分 你这次跟那个社长还有四位主理人 就是有没有一些合作的舞台呢 也有两个两个就是也有freestyle的那种 我跟飞姐就是大家很high就开心 跟那些主理人相似的时候 你们的画风是什么样子 就大家也经常开玩笑 我属于没有画的类型 捧场王还是 就是我如果没有什么话想说的话 我也不会硬说 对 也不是吧 就是社恐吧 吃饭吃饭 之前你电视剧杀青的时候吗 有看到你收到那个黑纳贝尔的蛋糕 新带路是我之前的工作人员 他去玩的时候送给我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迪士尼 然后他就去玩了之后就送给了我 但是那个时候儿儿还没有出来 儿儿还没有出生 然后儿儿出生了之后就是 就是就是我儿子 那是我女儿这样子 所以你是妈妈粉 对 雪地里发的朋友们当中 是林大贝尔的本儿 所以你可以 再唱个 唱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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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说你像林大贝尔那时候 你会先去什么样的OA 当然是开心的吧 因为林大贝尔很可怕 那如果之后有机会去提示 跟他自动的话 你会跟他说些什么 就是逗他 跟他battle 然后还有 对 他可以的 因为他很搞笑 好生气的 然后在跳舞的时候 然后要看他摇尾巴 嘿嘿嘿嘿 其实一直在上海工作 那为什么就还没有去哪 因为懒 看到好像之前那个 杨幂小姐姐有夸理是野王嘛 杨幂小姐姐是野王耶 就是超级厉害 你要不要给他一个称号 法王 法王就是中路嘛 你爱我 rest 那钱 帝尔